32岁杨幂出席活动被判 夏敦的刹那剑女神形象全灭 杨幂的大名已经如日中天 小编也是从《宫》这部剧当中认识她的 当时觉得杨幂并没有读纪念 2017年初的一部《三生三世世理陶画》 让她坐稳了一线发达的宝座 事业如此成功的少女幂 也被媒体拍到了尴尬时刻 杨幂近期出席活动 再次与小时代四美聚首 杨幂一上台 就因不小心被舞台半倒高跟鞋 还好一旁的两位男士 如戏中的守护使者一般 来了一场英雄救美 及时将手伸住 及时伸手将她给扶住了 因为事发太突然 见过大场面的杨幂也不知所措 狼狈不堪的她 发型走乱了 媒体的摄像机 哪能放过这一幕呢 骄傲的杨幂顿时无比尴尬 下蹲的刹那间 女神形象全灭 回过神的杨幂 慌乱的寻找 贝罗塞地的勾跟鞋 杨幂找到勾跟鞋 急急忙忙的穿上 赶紧站起身 毕竟自己下蹲的姿势 很是不雅 小时代四美 不愧是好姐妹 居然忍不住捧腹大笑 一看就是私底下 关系特别解 完全不怕大秘密记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